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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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盛盛 危險人物2.0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是聊聊天 我和我的徒弟楊允峰 有說說我們以前曾經一起做過事的一些趣事 或者是一些辛酸 也是 閒彩刑的案 其實我記得當時我們幫助這案件的時候 也有律師收過告票 無緣無故被人告 不過又不派一張告票給我們 其實很奇怪 做律師有時候有些律師會被人打 有些會被人恐嚇 你好像看到毒蝕大狀 林良水 就慘得被別人 冤禮他就把他困住 讓他困住了你就不能上庭 有很多這些怪事 事實上也有的 你看看我們接受了這案件之後 立刻方萬新就告我們 告我 又告我們這家律師樓 限制我們不可以去他儲存 他就說你千萬不能去拿 因為那個倉庫和我有保密的關係 你要禁制我們 就不讓我們去倉庫拿文件 其實我也沒有想過去倉庫拿文件 有些奇怪的 為何你會想到 我們會對你的文件這麼有興趣 其實這是什麼時候的 讓我看看這個日期 這是什麼時候進入的 2006年 2006年2月 2006年2月 那時候應該是說我們死因庭開 就知道了 限制我們去拿東西 其實當時我們上集也有說 雖然說開死因庭 但是根本有什麼資料都不給我 就是擺明 但是沒有資料可以查到什麼出來 就是這樣的態度 後來當然我們就找到 其實我覺得這宗案件 我覺得是有些奇怪的地方 譬如很明顯 譬如是那些相片拍到一些文件 但是竟然在警方上 是沒有這些文件 即是他們就不給我任何了解 想著你又是新律師 雖然是開庭 但是有些人經過密會之後 總之就想過這個女人 都是做不到什麼出來的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新律師 又是事務律師 我要做大律師的工作 上庭那裏上了42天 做盤問證人 所有這些事情 其實都很超出我那時候的能力 所以他就想著你一定做不到什麼 後來就想不到 我們就跟法庭申請 要拿案發現場的相片 他也想不到 那些這麼小的3R相片 我可以用放大鏡去放大 而找到現場那裏是很多東西的 第一時間警察進去拍到 有稅單 有很多很多文件 整地都是的 那當然他們有人進去找到這麼亂 就只是找一件事 就是找他那些 和他訪問室去旅行的相片 不見了 所有那些他自己私人 關於他感情方面的那些東西 就不見了 但是現場還有很多稅單 好像有保險單 有些是保險商單 因為這樣我們還找到 有些證據就是說 彭索然應該是 用別人的名字開了戶口 用一個女人的名字開了戶口 而方萬新給他錢 和他的錢銀瓜葛 是通過第三方的戶口去進行的 雖然警方去到的時候 拍完場照片的時候 是拍了進去 但是這些所有文件 到最後是沒有了 我們一張都沒有 全部我們都是問他 那些東西在哪裡 告訴你不知道 告訴你 家屬肯定沒有拿回 總之就是什麼都沒有了 他們想拿回少許東西 什麼都沒有 只是給他幾樣東西 很簡單 又給了一個銀包 彭索然的銀包 那個被人撕掉內容的日記簿 還有一些只有彭索然自己上片的相簿 那本相簿也是值得說的 那本相簿就是 她的妹妹當時去警察那裡落口供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箱 就問這箱是什麼 她說這箱是比較重要的 在現場拿到的東西 她就說可不可以看看 她就給她看 她裡面就拿了一本日記出來 當時還看到日記裡面寫著很多東西 你剛才就說到 是的 撕掉的那些 但她還沒有撕的 她妹妹當時看到寫了很多萬新萬新 寫了很多出入帳 寫了很多這些東西 到當時她妹妹去落口供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那本日記簿是完整的 然後也找到一本相簿 相簿就是插袋式的相簿 裡面很多相片在中間被人撕掉 是很不自然的撕掉的相片 看到明顯是撕掉的 剩下的全部都是死者個人的相片 但是她妹妹就 撕下撕下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比較厚一點的 她就撕出來下面一張 就是方萬新的個人 單人抱著的小狗的相片 那張相片她又放回去 到她真的拿到遺物的時候 那張她的單人相片都沒有了 日記簿就撕掉了那些內容 就是她之前看到的那些 莫廣華後來當時第一現場拍到的 所有的稅單 所有的私人文件都沒有了 全部都沒有了 但是我們知道她死的時候 一段時間 這些東西都中 死了之後一段時間 屍體發現後一段時間 那些文件是曾經存在的 就不見了 包括當然現場的避孕套 當時屍體發現了之後 有人錄下了 當時在現場那裡 是有一個用過的避孕套 那麼這個這麼硬 都可以不見得的東西 發驗所就說 警方從來都沒有送過來發驗所 警方誓神砍完後送去發驗所 兩個單位中間一定有一個說謊 但是你沒有辦法證實是誰說謊 就是這樣 還有 當時去發現屍體的人叫楊桂財 這個人是住在清水灣的 應該是非常鄰近 當時彭彩營最不開心的那段時間 即是上屍灣那裡 最不開心的那段時間 1991年到1994年 應該是跟他比較多的來往 這就是當時去發現屍體的楊桂財 根據方曼生的說法 這個楊桂財是幫他打工的 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我們就找到 就在他發現屍體前 應該是8月 他發現屍體是10月7日 1999年的10月7日 但是在1999年的8月份 方曼生是告贏了楊桂財 告贏了楊桂財 就說他欠他250萬 是拿到判決的 那就是說 楊桂財上去發現屍體的時候 他是方曼生的新鮮債仔 欠了他250萬 有了判決的欠了他新鮮債仔 沒有辦法離開的一個債仔 欠你250萬 就去幫你找到屍體出來 那後來那250萬有沒有還 沒有人知道 所以很多這些案中有案的事情 而根據死者媽媽 也有一個庭道說 死者是不斷地投訴 也有報警 指楊桂財打他 他媽媽幫他追藥 追藥走 因為當時 到了1991至1993年的時候 甚至乎到了1994 方曼生和彭昌的關係就不好 開始就有很多爭執 在那個時候 有很多不斷地報警的事情發生 而他媽媽 當時幫他執居 看到他的女兒 經常都滿身傷痕 也知道彭昌營是走到方曼生律師樓 去吵鬧 他在律師樓門口被人阻折 推了出去 挺不留情面的 推推撞撞 所以很多這些怪事 令到所有事情都不獨立性 好像還有華德大廈 有一個姓李的業主立案發團 主席 他在1999年的時候 做了口供 將事情很平常化 只不過樓下有個事法單位 有15樓 15樓A的事法單位 14樓A就流水 於是沒有辦法 樓下流水投訴得厲害了 必須要進入那個單位 很平常化 但是這個姓李的業主立案發團的主席 是誰來的 你知不知 他是方曼生生意拍檔的老婆 剛巧都是自己人 全部都認識的 說回他的流水 為何單位這麼久都沒有發現屍體 方曼生的說法 他就說我不管 他給了他屍體 就給他屍體 說他一年交一元租 他說曾經都多次去過那個案發言場 就是拿那些猜響信 這些東西 而他真正進入這個單位 就是發現屍體之前的一天 屍體是1999年10月7日發現的 他是10月6日那天 是找了開鎖佬 開了鎖入去那個單位 說那個單位 就因為流水 他進去看 又關上窗 但是根據他的說法 他說沒有什麼臭味 那間屋挺好 就是沒有臭味 你進去那間睡房 關了一個窗 關了兩個窗 你有沒有看到屍體在床上 沒有 我什麼都看不到 你信不信 這些說法很奇怪 而且他進去那個單位 他旁邊的屋子的姓什麼 那個聖龍 他進去的單位 因為他們那裡很奇怪 那個案發單位 15A和15B 是有一個工集的 就是他們那個小小的框 有一個工集的 15B的業主 是聖龍的 方萬新進去一個單位 看漏水 但其實那時候警察 也有點質疑 有問過他 你要看漏水 你帶個鎖匠去 你有沒有帶個水喉匠去 沒有 他進去之後 他就看到聖龍的家人 他就跟聖龍的家人 想說叫他們幫他清潔單位 你可以幫我清潔單位 那些就是不肯 他是需要有一個人 總之是剛好有一個人 要發現那個屍體 聖龍的家人就很幸運 他就說我不做 裡面有些什麼傢俠 可以拿走 引誘他 經常想他進去那個單位 你幫我進去單位 幫我付錢 幫我清潔 送這些傢俠人 後來就沒有辦法 第二天 楊貴才就說 去發現屍體 但是很奇怪 其實為什麼 你之前那天進去之後 可以說什麼都看不到 那個屍體這麼明顯 在床上 還要是有彈紅色的液體 如果你看到那裡 是很明顯有血 那個現場 都不是一眼就看得到 所以 這件事是很奇怪 如果可能是 那些照片 我不知道 有沒有報紙走出來 如果看到那些照片 一個很合理的人 看到就很容易看到 因為那張床 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個骨 要找回舊報紙 有沒有 因為有時候有些記者 都會過去拍一兩張 但不知道能否拍到 不過這些照片 去到這個程度 又未必可以 通過尺度 去到街上 因為都很恐怖 其實 但是沒有什麼可能 你進去之後 就看不到 而且他一而再 有很多人問 就說 喂 你沒有聞到那個單位 有些味道嗎 因為你到了 屍體發現後 過了一段很長時間 家屬去那裡拜祭 進去都聞到 就有噴味 甚至乎 鄰舍 第一次說 在門口 說來開鎖 他在門口都聞到 就有噴味 為什麼會是你聞到的呢 我記得 我在現場 在照片上 找到一個很奇怪 就是 有一條電線 那條電線很粗的 由單位那裡 通過那裡工集 就出去了公用地方 我一直就很懷疑 我有問過這些問題 在庭院那裡 就說 這條大電的電線 是不是去搭著 它的冷氣機 裡面 因為沒有可能 幾年 屍體這樣腐化 你都沒有味道 如果你要搭著 公用電 公用電增加了 那麼業主立案法團 都會知道 我不想再多說 你就會猜 但是 沒有人說 聞到有臭味 但是那股 那股臭味 是去到後來 他們的拜祭 甚至乎隔離屋 一開了這個門 都會聞到的 你告訴我 他如何可以在 這麼多年的屍體 要通過一個腐化 發脹 到最後變白骨 這個情況 是沒有味道的呢 即是開了門 沒有理由聞不到 還有你之前一天 即是正常人 沒錯 方萬新說 早前一天 看到兩個槍打開 是誰打開那個槍呢 有理由相信 其實單位 是有很多次有人出入 去那裏處理了很多事情 而且冷氣是長開的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 這個案件的疑點 老實說 有什麼好得過 屍體已經腐化成一個骨 腐化成骨 你要查就很難了 對 我覺得最好 去解答這些疑點 其實就是充分的證據 不過這個證據 我認為好像 不是很全面守閘 公平一點說 還要說 發現了屍體之後的四個月 監督收到一封信 可以來領回鞋骨和遺物 但是有說 彭楚營的四隻門牙是脫掉的 是黏住在那裏 黏上去的 但是他那四隻門牙 會突然脫掉 很奇怪 會黏上去的 會不會腐化過程 會脫掉呢 我看有很大機會被人打掉 因為四隻門牙這樣脫掉 大骷髏骨頭 雖然我們不是說 很有經驗 但是你看到 就算是說千年女絲 木乃伊 牙是陷在牙骨裏 你只會說 越來越固定 越是不脫掉的 怎麼會說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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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謂的 這四隻門牙為什麼會脫掉呢 其實都是疑點 所以我覺得這疑點是大到不得了 而且有一個毫無疑問 就是有人在壞滅了一些證據 這麽重要的避孕套 怎會這樣不能怎會從來 有DNA在裏面 為什麼當時第一案發現場 拍到這麽多文件在地上 到我接手的时候,只给了三个号码就得到口供,那些口供是没有用的,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如果不是我一直说要拿照片看,如果不是说认真点去放大镜去放,根本是没有可能知道的 是的,我觉得证据方面是很不够全面去搜集 或者是很多很巧合的疏忽,我这么说,公平地说 很巧合的疏忽,导致我们不理解这些证据,明明警察查案应该很仔细的,很专业的 今天最大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已经退休的,上了案的,不做了的律师 还有一个仍然要在这个圈里找食的律师,说话就有这么多不同的地方 我是豁出去的,他还在里面的 你好听很多,所以 其实我那时候,就算我是靠找饭吃,我也和他死过 你记不记得,他去找华林天奥找我妈 你叫女儿不要做这么多,搞这件案子,叫她不要接这件事 我妈跟我说,你不是做这件案子,方伯生也是你打 我说不是怎样,没有人肯接的 你得罪他们家里的家族这么大,人面有人面,权力有权力 政界商界什么都有,你是新律师行,你想要做生意的,你得罪他? 我说,没有,我做的 他说,你做好了,你带两件事记得,什么? 带一把傘,带一瓶水,为什么? 有的?你抢水被赶水,你自己就预了 一抢水,你被赶水被赶水、自动打开傘 后就会可以洗掉,所以你就把水洗一下 记得吗? 日后就拿着水在傘上班 没办法,总是觉得 有时的人是愚蠢,蠢蠢地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之一样的 是逐消防员 因为消防员每次进入火场 有大火的时候 很大机会不能回来 但若非消防员有一个豁出去的心态 我们会怎样? 所以一定有人要牺牲 但我觉得你比消防员比消防员 那便不会,我最崇拜消防员 所以就是这样 我觉得在活了一世上 要无愧于心 如果我不肯接受這件事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能夠不理會的事我也不理會 因為我答應了理會這件事 我要理會到底 這對我來說 自己的壓力很大 總結一下 到了案件結案陳詞的時候 在幾個死因的範疇中 就要決定一個死因 只有那幾個選擇 包括死於謀殺 死於自然 死於意外 死於意外或不幸 死因不明有幾個選擇 我當然是極力建議陪審團 不如選這個死於謀殺 因為我絕對覺得死因不是這麼簡單 我是覺得它是被人謀殺的 我總是這樣的感覺 當然法官不會認同 因為有事實這麼說 證明一個謀殺刑事案 舉證的責任是非常高的 要毫無合理疑點 而且這不是刑事法庭 根據這個程序 他們也有這樣的道理 因為就算我說謀殺 那是誰謀殺 你幾個都有可能的人 你是誰呢 所以法庭就不同意陪審團 向這方面考慮 亦都向他們建議死於自然 或者死於不幸或意外 或者死因不明 總之大家就多有一番爭拗 到最最後都是找不到一個很確定的死因 你記得這個死因是怎樣的? 他的官官好像裁定了是死於意外或不幸的 最後是陪審員 不幸其實也有很多解讀的 很不幸的也可以包括謀殺的 死於謀殺也是不幸的一種 這就是我這樣解讀的 總之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不到最後一分鐘一口氣 真相也還有機會可以找到出來 那倒是 是的 尤其是現在這樣 我們又說回這件事 可能有很多情況會出來都不定 可能還未完結 所以如果有新證據 案件也不是這樣結束 像你看到毒舌大狀裡面出現了一個塵球 可以透露一點點 就是這個案件其實是有塵球出現的 大概是在疫情之前 有一些關於這件案的新發展 是知道了的 但是報料人就不在香港 他是第一身聽到 有人聲稱說他是殺死彭楚刑的兇手 而是鄰居完之後殺的 但是現在這件事我們仍然在跟進 希望不好的人壞人 長命百歲 等到塵球出現 然後可以找到事情的真相 我可以說的是事件未完 這次我第一次聽 是 事件未完 這件事不會是這樣結束的 所以我覺得 等塵球出現 天有眼的 冤有頭債有主的 而且你也記得有靈異事件 這個世界上 矩頭三尺有神明 真相一定會有一天知道 希望 多謝大家的收看 期待我們再見 記得訂閱CLS 以及留意下一段影片 祝福 sociale 教育 唐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